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11月27号 香港人权法院案通过之后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香港作用其实是完了 已经完了 真正已经成功地把共产党送回大陆 等待天灭 我们当时解释了非常清楚 一是水 共产党怕水 今年我们看到水 第二一定是三下 天地人三下 这个跟三魂七魄是概念是相通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三魂就是有三样东西打击它 七魄是定数 它根本是今天习近平是条蛇 它数蛇了 它是人 我一直跟 我现在没 它是人 但它硬在蛇身上 所以蛇打七寸 那往往都是这个 往往都是这个 怎么说呢 就像我昨天节目说 叫习近平的话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 其实在真正灭这些妖怪的过程中 都是这种做法 我们用了当时万仙镇 这个万仙镇呢 当时的说法 对吧 万仙镇是反过来是用的 决仙镇当中的通天教主的四把剑 毁了通天教主的二十八星宿 按照这个叫什么 九药所摆出的二十八星宿的大的阵法 所以当时只被文殊菩萨 普贤跟观世金菩萨收走了 太极 两仪 四相 这三个阵当中的 叠加起来三个阵当中的 他的大弟子 等到了二十八星宿的时候 就全被四把剑给杀了 全都给杀了 那些全是动过来的 我说的意思的概念就是说 习近平中共完结也应对在人的层面 因为他最终显现在人的层面 所以是按照三魂七魄灭的中共 我以为了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按照三魂七魄的灭是灭尽了他 永远不再存在了 三魂天地人 七魄七的定数 所以他在签署香港人权法案的时候 是主席令第四十九个 第四十九个主席令是他签的 所以都应在这些实际的数字本身上 应对着这一切 他实施的本身 他采取了紫时 紫时是七月一号 对不对 他真正的那个 他想应对古老的东西 他越应对古老的东西 他就是离死期越近了 与灭亡的概念更近了 那在国际的社会中 我觉得国际社会只是 进他们正常的人文的社会 尚存着人的理念 无论出于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他要表现出人的道德约束 道德的规范 在现实环境中 他要呈现出来 针对香港的问题 就像英国给予香港人 那个BNO的这种六年 就可以转为英国的公民 如果对年轻人来讲 想移民的话 确实是一个相当丰厚的 我觉得是相当丰厚的条件 因为他的条件就是 你只要是香港人 你只要在97年6月30号之前出生的 你就可以领这个护照 申请这个护照 然后你就可以到英国去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 香港政府让不让你坐飞机出去 这是唯一的一个问题 香港政府 英国的外交大臣说 如果中共当局不让你飞出来 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 我看到这是一种相互 大家注意到 这是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了 那这种对应的关系 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怎么说呢 天灭中共天灭中共 当走到今天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 香港就完全在人 如果川普作为人的话 香港作为地的话 就完全失去了他抵抗的能力 完全失去了 所以这将应对着一种 让时代 就说中国大陆会出现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定时定点的 习近平有他自己的道理 拼命的怼在7月1号之前 其实当他拼命怼在7月1号 去通行该法 通过该法律的时候 这就是死催的 是命理注定死催的 也就是说 其实是命理注定不就是天数顶数 美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它反应相当的快了 香港自治法 我们有期节目跟大家分析过 香港自治法是参议院的一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位议员提出来的 那结果他们就在当时参议院也有 众议院也有 那参议院在第一时间全票通过了 然后就转给了众议院 众议院在昨天夜里 凌晨的时候 就我们说美东时间半夜的时候 通过了该相法律 全票通过 而参议院而众议院呢 多少改更改了一点 加了在金融体系当中 对具体官员的处罚 所以这是他做出了具体的改变 自治法的这个众议院的版本 跟参议院的基本类似 所以最终通过的效率极高 这种状况类似于去年11月27号 当时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法案 非常类似 在当时川普确实不集体 这个我们毋荣置疑 所以川普在香港问题上 咱们想不通看为什么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 我倒觉得这就是一种天意了 既有他自己的选择 同时又有着就像我说的 他要走到这一步 香港要表现出这么一个份额来 才是一个真正最终的结果 这个结果你会看到 习近平撞山而死 这是一个 这是我个人感觉上 比较强烈的一个东西 那他那作为川普来讲 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和结果 造成了今天的 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场面 当时去年在通过人权法案的时候 川普有着类似的表现 就是众议院先通过 全票通过 给了参议院 参议院落座 他也有两个版本 略微做了更改之后 又回到了这个 又回到了这个参议院 从众议院又回到了参议院 当时参议院的规定是 应该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票数通过之后 那作为美国总统 已经没有权力更改了 所以十天之内 他必须签 他签不签 这条法律都成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 当时川普是在感恩节那天签署的 所以我刚才介绍这个状况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香港自治法案 跟这个当时去年的人权法案 非常非常类似 就目前来讲 因为众议院全票通过 里面他所做的更改的内容 就是加上了银行条款 就是金融制裁 那个内容呢 就非常的 就真是非常的强横了 比签账 比这个什么 取消签证什么 这个厉害多了 这篇文章他就提到说 又从前走了一遍 谁提出了香港自治法 共和党的议员 叫做托米和民主党的议员 海伦 那21号提出来的 那主要的内容 我们原来提到过了 主要的内容 国务卿在该法案90天之内 以及未来每一年 要给出一个认定的名单 就是哪些外籍人士 促使中共国无法履行 其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 对香港所应该尽有的义务 所以这是要 也就是美国国务卿给出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呢 它的涵盖范围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大 因为它没有太细节的东西 你比如说 中共的官员 相应的一连串的官员 香港的一连串的官员 那都包括什么样的人 那香港的警察包括包括执法部门 他的法官 所以我相信这有在 在他的美国的政府当中 有了他非常明确的法律顾问 在解释这样立法的过程中所涵盖的面 这是一个必须有的 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被惩罚的人是谁 对吧 所以他一定是在一个 有着法律背景咨询之下提出的名单 第二个 哪些外国金融机构知情 却依然与该人士有着大量的资金往来 这是一个银行系统 这个东西他有一个时间的概念 就是说 美国国务卿一定是拿出的名单在先 然后才谈到 查找这些金融机构在后 那这样的 他提到这些金融机构 我以为应该是全都包括在其中 包括投资行 包括银行 我们通常老百姓知道是银行 但你比如说支付宝 对吧 微信支付算不算 其实那就是一个网上银行 那就是金融机构 对吧 金蚂蚁算不算 我以为这些都应该算 所以他这里讲述的是金融支构 金融机构知情的背景之下 那作为美国政府 一旦列出这样名单的时候 他一定是公开的 也就是在公开的环境下 会促成所有金融机构都必须没有 没有任何机会推托说 我不制造 我不知道 对不对 那举个例子 如果 比如说栗战书 那栗战书的女儿跟女婿 她的女婿是新加坡人 她的女儿长期居住在香港 那栗战书是立法本身的主要的承担者 习近平是该法律的签订者 那他们就将成为被制裁的人 当他栗战书的名字立上去了之后 那他的女儿是他的这个 他的女儿是他的直系亲属 所以在制裁的条款中 他的女儿在香港的钱财 透过汇丰银行 扎达银行 美国银行 花旗银行 对不对 他存有存有钱 或者投资做股票 或者跟他们在那买了800个房子 要贷款 沃台网 只要有钱财的网栏 那他跟他相关的所有银行 都会被告知在美国政府的控制框架之下 那这些银行 按照规定 当一旦栗战书的名字被提出来之后 那他的女儿就成为了被制裁的对象 所以在此之前不算 但是当美国国务卿的名单一出来 如果他女儿还在谁家银行里有钱 或者哪家银行还给他贷款 这是美国政府要制裁的 这是美国政府要制裁的 如果他买了30个房子 贷款额度有5亿美元 那美国政府要罚贷款的额度 对不对 那他透过贷款才能挣多少钱 如果美国政府去惩罚他 说罚你10亿美元 罚你3倍15亿美元 那搁谁他谁也不敢 那是真正的 对不对 因为你的交易额度有这么多 我当然可以这么去惩罚你 他惩罚的条款一定是有比较严谨的条款了 那就出现什么 那汇丰银行只能通知这个栗战书的女儿 说对不起 美国政府加以制裁 这是我作为商业银行无力抗拒的 我将撤掉你所有的贷款 他只能这么做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类似的 对不对 那如果他在香港证券 香港交易所有着这种金融的投资往来 那在比如说在花旗银行的名下 那花旗银行可能就有相应的处理 是冻结他的 就不许他取走了 还是如何 故事应该是这么来的 他说并交纳认定的报告给美国国会 相对美国人而言 外籍人士 外国金融机构 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 所以就都在其中了 这条制裁就相当严厉了 那内地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对不对 那这两这些银行都在 中国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都在美国有分行 当他在美国有分行的时候 都有着这种钱财的往来 他就要把美国 他在美国银行据说有1.4大银行 大概涉及到资产 有可能涉及到1.1万亿美元 如果相关的法律通过之后 有可能影响到 就是如果美国一定这么干的话 是可以的 他要把他在美国的 就是川普如果在美 把中共国在美国的所有银行 全给冻结了 那就要了他的命了 因为中共国的在外汇交往 在这个外贸交往中 百分之九十几 是透过美元进行交易 所以这里面这是 这是因为他可 你看他是这么条法律 他延伸的距离太大 授权美国总统 透过冻结资产 拒发签证 制裁遭到认定的人 所以冻结资产在这里 那针对与遭到认定人士 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 美国总统动用一系列制裁手段 包括禁止美国当地银行 向其提供贷款 禁止美国公民投资该机构 拒发签证给该机构管理人员 那你比如说 他有中国工商银行 对不对 那中国工商银行 跟花旗银行 有着这种业务的往来 那这一条制裁手段 就是美国禁止花旗银行 向中国工商银行 提供任何贷款的业务 等等等等相关 那美国公司如果中国 比如说支付宝在这个 纳斯达上市了 那禁止美国公民 在纳斯达购买支付宝的 这个股票 那也可能在这个背景之下 支付宝在 就是说这些金融机构 有着金融系统机构的 在美国证券的这种上市 恐怕同样遭到制裁 据发签证给该机构的管理人员 那比如说 汇丰银行的人 那犯了违法了 那汇丰银行的老板 美国不给他签证 不许他到美国来 那这种大规模的交往的 生意做到这份上的往来 那他是需要这种 周际间 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的交往 所以这是一项非常严厉的制裁 而且他的伸展性巨大 就是向外的伸展性巨大 有可能直接打击到 中共的金融体系 起码他会伤害到 直接伤害到香港的金融体系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所以有人已经把它称为是核弹 就是金融核弹式的一项法案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